第一次李戴默学员变导师很紧张 今日好声音学员李戴默正红等来到福州 参加中国好声音校园推荐会的活动 本次活动中李戴默他们可是身负重任 也要从现场的21位海系音乐牛人当中 找到最优质的声音 好推荐给下一季的中国好声音 谈到这次类似导师的角色的转变 李戴默坦言自己很紧张 觉得其实我们也比他们要紧张一点 自己其实还不是那么成熟的一个歌手 但是可能我们跟他们相比 自己是能够先他们一步 体验了更多的一些机会和尝试和挑战 所以我们觉得这次是跟大家一起来 把怎么唱好歌作为一个最主要的目的 做导师很紧张 那是因为自己没经验 但是一谈到唱歌 李戴默就显得自信满满 并透露第二张专辑已经开始筹备了 我第二张专辑马上就跟大家见面了 也在筹备当中 我希望这张专辑中 喜欢各种音乐类型的人 都能在我的针处中找到 他们自己喜欢的那一部曲 都能在我的装置中找到 只能在我的剧中找到 有些人ów 所以我都可以Am